不過林毅市涉貪案 最近的主角好像變成了副總統吳敦毅 吳敦毅堅稱自己不是所謂背後的黨政高層X先生 而名嘴還是繼續加碼爆料 說其實有一位比林毅市更早涉入更大咖的秘書長 而這位名嘴口中的Y先生 外界指向是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泉 曾永泉今天上午鄭重發表聲明澄清 說自己從無涉及不法 只要名嘴敢點名 他就提告 副總統吳敦毅話才說完 當天晚上的政論節目 名嘴們繼續爆料 不過不再談X先生 而是另外影射林毅市案的幕後大咖 另有其人 那我們確實是有去講一個秘書長 一個秘書長 在這一個生態裡面有角色 他介入的比林毅市長 而且不是地方層級的那個秘書長 如果這個秘書長的人士 是出在馬團隊裡面的一位 其實他也是過去的立委 那這個怎麼收拾 又是非地方層級的秘書長又是前立委 符合條件的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泉 一早發出三點聲明 強調他從未跟中綱 中綱子公司或廠商有任何違法的往來 如果有任何指控請直接點名 而且只要有人直接點名是曾永泉 他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另一方面名嘴胡忠信在政論節目中 點名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王啟民介入對地勇斷料 在王啟民提告後 胡忠信12號中午兩度致電王啟民道歉 也承諾會在晚上的節目上 公開澄清態度收斂許多 民責因每日一爆讓政界人心惶惶 不知將沒有直接證據的點名 下一個會不會點到自己身上 聯合營正午報導 中綱